这只黑豹竟然一路飞檐走壁扑向蹲在高处的女人 奇怪的是,黑豹竟然没有攻击女人,而是紧紧地抱住了女人 轻泥地对着女人撒起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凶猛的黑豹竟然在女人的面前温顺地像一只大猫咪 这女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黑豹和女人之间又是否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豹子的奔跑速度极快,爆发力极强 它们有着丝毫不逊色于老虎、狮子的利爪和牙齿 当然也包括强壮的身体 但是豹子的身体比之它们却更加柔软 所以豹子的行动也就更加灵活 猎物一旦被盯上就很难逃脱它们的手掌心 不过即使是像豹子这样凶猛的大型猫科动物 也会有铁汉柔情的时候 下面这个故事中的黑豹就和一个女人有着一段渊源 它们之间建立了一段非常深厚的情谊 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眼前的这个女人名叫朱西格鲁尔 她其实是黑豹的救命恩人 原来早在几年前国外的一家野生动物园里 一只怀孕的年轻雌性豹子生下了一窝幼崽 其中的一只幼崽因为基因突变 身上的黑色色素激增 从而变成了一只小黑豹 豹子妈妈在看到自己生下的孩子竟然和自己不一样之后 不知道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直接就抓狂了 烦躁地在产房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不管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们怎么采取措施 豹子妈妈就是不愿意给可怜的小豹子们喂奶 眼看着小豹子们饿得嗷嗷大叫 工作人员们也是急得就要进来把小豹子们抱走 进行人工喂养食 豹子妈妈突然叼起其中一只正常的小豹子 到角落里给它喂起奶来 而小黑豹却被豹子妈妈抛弃在了一边 工作人员们在看到这一幕后也是无奈 原来在动物纪里也会因为身体上的不同而遭到不一样的对待呀 于是工作人员们在安抚好豹子妈妈后 小心地进入产房内把小黑豹抱了出来 但是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园区里的人手不够 这只小黑豹子饲养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好在当时的朱西格罗尔在动物园里做志愿者的工作 当他得知一只小黑豹被豹子妈妈遗弃的消息时 善良的他立马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愿意来担任饲养小黑豹的工作 但是照顾一只刚出生的小黑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刚出生不久的小黑豹身体脆弱的就像一只小老鼠一样 一不小心就能将他弄伤 所以朱西格罗尔的一切动作都要非常小心 需要精神的高度集中 不仅如此 朱西格罗尔还需每隔两小时给小黑豹喂一次奶 一个半小时用失眠签擦拭小黑豹的屁皮帮助他排泄 尽管照顾小黑豹的工作十分辛苦 但是朱西格罗尔却丝毫没有抱怨过 而是依旧打起精神激情照顾小黑豹 终于在几个月后 小黑豹健康地成长了不少 朱西格罗尔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 每天只要正常地给小黑豹进行喂食和清理就好了 长大一些的小豹子变得调皮起来 每天都跟在朱西格罗尔的身后 像个小跟屁虫一样 简直是把朱西格罗尔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朱西格罗尔也是把小黑豹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宠 每天都和小黑豹待在一起 一人一抱 同吃同住 同睡同玩 形影不离 但是好景不长 朱西格罗尔因为工作上的调动 不得不离开了动物园 离开了自己抚养了这么长时间的黑豹 尽管十分不舍 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在时隔几年后 机缘巧合之下 朱西格罗尔重新回到了这个动物园 回来的第一件事 朱西格罗尔就是来探望自己曾经救助过的黑豹 其实朱西格罗尔并没有奢求其他的 只是想看看黑豹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黑豹竟然还能记得自己的人类妈妈 只见黑豹一个飞檐走壁 就扑到了朱西格罗尔的怀里 像个孩子一样对着朱西格罗尔撒娇 对着朱西格罗尔又是亲又是豹 好像在责备朱西格罗尔 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自己 不停地发出嘀吼声 好像在说 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 我真是想死你了 眼前这样温馨的一幕 实在是让人动容 像黑豹和朱西格罗尔这样的故事也不少 俗话说得好 善恶终有报 我们在一生中 做过的事情都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反馈给我们 做一个好人 世界也会对我们温柔以待 也许在他人困境中 随手相助 就能够给自己埋藏下幸运的种子 接下来这个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曾经无心的善举 现在却给他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 这个男人是一个非常喜欢野外冒险的人 或许他的血液中就带着爱探险的基因 这天他跟随着小伙伴 一起来到了距离家里百里之外的热带雨林 他们要在这里住大约一周左右 可是刚刚开始搭建帐篷的时候 远就传来了野兽的呼唤声 约摸半个小时后 现场恢复了安静 大家也没有被发现 但隐隐约约之间 男人却听到了动物幼崽发出的阴凝声 寻声走过去一看 男人居然发现了三只奄奄一息的小豹子 小豹子们看起来是刚刚学会走路的样子 身上被多处抓伤 伤势严重 如果放人不管 就活不下去了 好心的男人在告知同伴后 几人决定先将小豹子们带回家照顾 等小豹子们长大些 再将他们放生野外 在男人的悉心照顾下 三只小豹子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和元气 活蹦乱跳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 男人每天都会给小豹子们准备新鲜的食物 和他们一起玩耍 三只小豹子很快就和男人熟悉起来 认可了这个人类父亲 男人在照顾小豹子的同时 也没有过于溺爱他们 男人知道最终还是要把小豹子们放归山野的 所以经常对他们进行野性的训练 比如通过投喂活食 等方法来让小豹子们 在不失去野性的同时 锻炼他们的捕猎技巧 时间过得很快 尽管男人很不舍 也是时候和三只小豹子说再见了 于是男人在最后一次 抚摸过三只小豹子的脑袋后 将他们放生回了野外 不过让男人没想到的是 这三只小豹子竟然还是真图报的 他们在回归野外后 并没有忘却男人 当男人每次来野外露营时 这三只豹子都会不约而同的同时出现 并且会紧紧地跟随男人 保护他不受其他动物伤害 尤其是男人睡着时 这三只豹子还会窝在男人身边 靠到男人的身上给男人取暖 这一幕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动物们也都是和人类一样 拥有感情的生灵 就算是再怎么凶猛的动物 只要你付出满满的爱 豹也可以像一只温馨的猫一样 惹人恋爱 我们人类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 和野生动物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保护我们人类一样